大家好,我是叶子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道家乡的传统菜 蒸小酥的做法 这道菜在我们小的时候 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如何操作吧 这个季节正是红薯大量上市的时间 我们就选用这个实例食材作为蒸小酥的碗底 先把红薯去皮洗净后 切成均匀大小的块放入一旁备用 蒸小酥,我们一般会选择猪瘦肉来做 首先把肉切成稍厚一点的条状 这个厚度大约在一厘米左右 如果切得太薄,蒸好以后就吃不出肉香的感觉 把切好的肉放入一个大碗中进行腌制 加入适量的盐和花椒粉 一勺五香粉和适量的生抽 再加入一勺蚝油和适量的料酒 接下来我们要把肉条充分地抓拌均匀 然后放一旁腌制10分钟 接下来在一个大碗中加入一半的红薯粉和一半的面粉 然后再打入一个鸡蛋 加入适量的清水,把面粉活成糊状 然后再加入一小勺的食用油 充分地把它搅拌均匀 接下来把腌制好的肉条倒入面糊中 把肉条充分地在面糊中搅拌均匀裹上面糊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炸制肉条 在炸肉的时候油温五成热,我们下入肉条炸制 我们在炸制肉条的时候会很容易粘连在一起 在炸制的过程中,肉条定型以后我们再不停地搅动 这样肉条就不会粘连在一起 要把肉条炸至表皮金黄酥脆,然后捞出控油 小的时候最喜欢这个时刻 爸妈一边做,我在一旁偷吃 现在我做的时候,我家孩子开始偷吃了 对于我来讲,这是美好的记忆与传承 接下来把炸好的肉条均匀地码在蒸碗中 码放的时候中间要留出空隙 放入切好的红薯块 然后在蒸碗的四周撒入少许的盐 加入适量的鸡精 然后在蒸碗中淋入大半碗的温水 接下来我们把它放入蒸锅中 蒸上30分钟就可以了 蒸制的时间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与口味来决定 如果是做给老人和孩子 我们可以稍微软烂一点 蒸好的小酥,我们把它翻扣在一个大盘中 酥肉蒸好以后就会变得非常的绵软 这是我们提前做好的油坑辣椒 然后把辣椒均匀地淋在小酥上面 不吃辣椒也可以不用添加 最后撒上香菜段提香 这样一道家乡传统菜蒸小酥就做好了 加起一块你会发现酥肉变得非常的软烂 蒸小酥的特点就是入口即化 非常的鲜香 口感软糯而且爽滑 碗底的食材也可以任意的搭配 这道蒸小酥外表看起来很普通 但是在重要的宴席中是不可缺少的一道美食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哟 我是叶子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